创业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们会去学很多的流程 现在有人把它叫做 档期行销的流程 就是说你要 你要促销一个课程 你要办一个活动 你可以用的这个 流程是什么 比方说 基本的流程可能是你要有一些 你要先预热 让别人对你的这个课程 大概认知上打开了解 有兴趣 然后当他们有 认知的时候你要让他们体验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免费课程的期间 所以我们就会发一些免费课程 然后再让它去了解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是我们以前做法 第一周就是预热 就是先暖身 然后让大家对我们即将发布的活动感兴趣 其实那是人性 但是以前我们学档期行销的时候 就是你要规划好这件事情 让别人感兴趣 然后让别人好奇 然后就会放试听的一些课程 然后在第三个礼拜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放预购 找鸟预购 对不对 好像苹果手机在卖一样 我们就会开放说 那我们现在就是 课程在什么时候开课 然后我们现在 找鸟预购 然后找鸟完之后 我们还会有一个原假期 就是优惠假期 就是已经没有找鸟那么便宜了 但是还有一个礼拜是可以报名的 然后最后一个礼拜 还会再来一个回马枪 我们可能会有办一个直播 我会上线 然后回答大家的问题 然后整个活动结束 大概是五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要做免费的三个课程 我要办一个直播 然后一个课程介绍的网页 文案 然后还有有找鸟跟优惠假 所以它的整个工作流程是这样子 这个新课程 我们的印象很深刻 那个时候业绩开始成长 然后这件事情好像对我们来说是 容易的简单的 可是每一次都如我们的预期吗 没有 我就是渐渐在那个过程中 看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比方说当我在 做党籍型销售 有一段时间就会觉得 我们要跟客户有互动 所以在我们网页下方会有留言板 然后我们就为了要让这个买气提升 就是会有一个想法 就是好像回应率 会等于你的最终的成果 会等于你的转换率 然后更多人的互动 你才会有很多人买单 然后我们以前在网站上面办抽奖 我们就说你现在在下面留言 我们免费课程心得 然后就可以抽奖送什么iPhone手机什么的 然后有的时候就会 哇 好多人留言哦 然后自己就感觉还有信心 就是这个课程会做得不错 然后也真的好像还不错 那我印象很深刻 有一次我们用同样的流程 然后卖一个新的课程 然后整个过程 我们一样这样跑 然后四周到五周的这个 这个行销的这个方式 然后我们只有一个人留言 然后在开卖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很忐忑 结果最后那课程就 哎 五十个人报名 对对对 但只有一个人留言 然后我就发现 哦 所以留言互动 跟转换率 它不一定有关 对 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 自己下自己的一些 一些想法 然后 在那几年我们同时 也会去开会嘛 然后我们会 写专案管理表 你知道 后来那个直接变成system 什么是system呢 就是每一次一个新的专案 翻出来 我们就有一个Excel 那个Excel就是 这四周你要完成 所有的网页 email 内容 影片固定的格式 我们跑每个专案 都是这样跑的 然后分工 谁做什么 谁做最讨案的时候 就是被盯 你那个东西写完了 没有 我说好奇怪 我自己把这个系统带进来 我还要被盯 那个时候是 自己创作者 自己创造一个系统 然后在系统里面 就会觉得很烦 就是一个经验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 我们对于 对于成功 就会有一个想象 就是只要事情 如果预期的展开 然后我们每一个步骤 都控制着 然后就会如期的去发生 有些东西 在生命中 有些东西确实是这样子 就像是你要做蛋糕 还是什么的 对吧 你不可能用 奇迹模式蛋糕 要怎么做 你把那个材料都买过来 好 奇迹模式蛋糕 就是随便烤这样子 对 你可能会真的烤出一些奇迹 对吧 因为蛋糕听说 就是要做 你要有顺序 然后那些量 你都要去掌握好 在我们事业经营上 或是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上 好像也不是这样子 在运作了 对不对 不是说你今天人生要成功 你要从你家门口走出去的时候 你要往右倾斜45度 然后交叉步走三步之后 然后对着上天说 感谢你 然后走 你今天就会很快乐的成功 好像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会写很多专案跟计划 然后把很多行事令 把我们的那个代办清单给填满 比方说 我们会把人生分成健康 然后学习 心灵成长 然后事业 然后财务 关系 还有学习 还有悠闲 娱乐 就是分成这个领域 然后每个领域的目标是什么 然后代办清单要做什么 然后今年的新计划就是 这个80件事情 然后每件事情都很多 然后要去把它给完成 各位有经历过这样的生活吗 就是一个好像很开心 创造目标 然后很多代办清单 这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认创业的时候 就是工作同事 大家就会研究说 有什么新的APP是很好用的 然后各种不同的专案的管理的工具 好像只要用对工具 我们就会 就会 很厉害 然后就会成功 然后就会 人生就会很丰富 可是 我看到的事情是 我伙伴的代办清单里面有好多东西 然后每次跟他聊 聊的时候 他说他前面还有这么多 然后看到他感觉做事情之后就很有 很有压力的那个 那个感觉 好像永远都做不完的感觉 然后每次代办清单 我自己就是没有那么有 organized的人 对 其实我有organized那一面 我很佩服那个 就把事情看起来做起来 简简单单 刚刚正经的那个人 但是多年来 我有都有那个想要把事情做简单 可是多年来 我的个性都是一直会 比较乱做事情的 就是 你知道 正常的 自然的发挥 本来就有点奇迹模式的 那个做法 但是我也很喜欢把它organize起来 然后觉得 哇 这是一个system 哇 我觉得很开心 我觉得它如我所期的 在运作 它会自动化的运转 然后或者是 我好像是插旗子 或者我好像在 在玩什么乐高 寂寞的感觉 就像是 我们定期会整理一下人生 那 有没有人在整理你的人生的时候 在整理那些代办清单的时候 你真的 那些代办清单都好好的 如你预期的